我们12月7号通过京东快递发的一单货 然后今天是应该是20号了 就是一直在分点中心里一直没有动 然后同一个收件人同一个地址 我们9号发的也是京东快递 你早就收到了 亚老板这个姓比较少见 记者查了查有资料说全国不足1000人 这位亚老板在抖音上主要是销售世界杯的足球球星卡 他介绍河北宝定那位优质客户 这一次下了两个单 一单900多 12月9号发货 12月15号客户就收到货了 另一单5000多是12月7号发的货 目前的物流状态显示还在运输中 后面还注明受疫情交通管制影响 包裹到达可能延误 也就是说同一条送货路线 同一家快递公司 后发两天的包裹反而先到了 而先发的反而还在运输中 我们斯里亚也去问过了 就是因为他这个分点中心 本身之前因为疫情关系封闭了很久 他自己的货都要发发发发很多 我们的件其实根本就不应该发到那里去 翻到加星那边还有别的地方很快就可以发走了 但是这个地方 他就是 好像是富一样 亚老板说他是和熟识的快递小哥打听到的内情 但不方便透露对方的信息 他目前最难过的是 河北保定那位老客户已经决定退货了 而且连已经收到的货也不想要了 我说的人家已经完全不信了 人家把我们拉黑了都要 我已经没有脸在说实话没有脸 在跟人家说什么疫情什么 9号下的单同样的京东为什么就收到了 我也不能没法再解释了 如果京东你能跟这个客户沟通好 只要他不退款 我愿意陪你 我给你五个运费都可以 亚老板当场拨通了京东物流的客户电话 但等待了快17分钟 他的手机都快没电了 客户电话仍然作息全忙 无人接听 随后记者把情况反映给了京东公关部门 1818黄金也记者报道